汽車你曉得嗎 你知道你騎錯車道了嗎 白牌機車停在汽車專用道等紅燈 貨車司機看到後 拿起大聲工廣播火力放鬆 不要當作沒聽到可以嗎 你這個是白牌耶 停到廣播 騎士轉頭到處看 說的是誰啊 貨車司機繼續喊 就是你 我就是在講你 不用一直看我 騎士似乎發現到 說的就是自己還手比了一下 報銷廣播發生在台南 騎士把白牌機車當成紅黃牌重機車 貨車駕駛看不下去廣播放送 而高雄市區則是轎車連續闖紅燈 轎車狂飆鑽小巷 遠景騎車一路尾隨 趁駕駛汽車逃逸衝上去 法人逮捕 我賣檔 沒駕照就沒駕照 我會怕 駕駛說自己沒駕照 才會心虛跑給警察追 但一查其實他有駕照 並且在車內搜出多包毒品 只是巨藍牆狂飆 五度闖紅燈 危險駕駛立向行駛 總共罰五萬六千元 不僅一座法辦 還要吞下多筆罰單 代價不小 記者在觀賞 王書宏台南高雄報導 ぶん 有機藍牆狂飆 雲 謝謝